那我們現在就交給江澤 大家好 我是Wilas 這次帶來的是My Grace of Foundry 首先我們來講一下什麼是Foundry Foundry是Paradise團隊所開發的 然後它是一個專職在速度快速 然後開箱啟用 不需要再安裝一堆Dependency的第三方套件 然後它們是一個Reimplantation 就是之前一些比較有名的DF-Tour 重新的RUS的實作版 然後比起DF-Tour來講 它比DF-Tour的編輯速度還要更快 然後也比DF-Tour更容易安裝 好 再來講一下為什麼要用Foundry 而不是用我們一般常見的 我們一般常見的Hardhead的一些東西 那首先來講是JS的部分 第二件事情是Dependency 你可以看 先光看Dependency 很多也不是問題 也不是重點 重點是說很多的套件 很多的Hardhead plugin在開發的時候 通常會Folk來復過去的 然後也會用一些Peer Dependency的問題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Config File 你想想看 如果說你只是要寫一個效性的合約 然後你只是你要同時做 你可能要同時做一些基本的 像是Compile、Linter那些的東西 那你這一堆的Config全部都要Copy過一次 那你用TedSquid的 你還要再用 還要再多Copy一次TS Config 或是ESLint的TS Config 或是TSLint等等的Config 再來最後一部分 再最後一部分是Bing Numbers的Library 然後通常大家用Hardhead的時候 應該是用Ethers居多 就是主流的測試 就是用EthersJS提供的Bing Numbers的Library 那可是到了App的不斷呢 像是UniSwap的SDK 他們全部都是用Google開發的JSBI 這邊有一件事情就是 假如說我現在說我現在開發完的合約 那我現在要改用 我現在要改寫 或是去使做一些新的功能在App的端上 那我們一開始就是要花時間去想 這些Bing Numbers的Library 有沒有不相容的地方 那結果來想是大多數都是不相容的 比較舉例比較有名 這兩個現在兩個比較差別就是 Ethers提供的是Big Numbers 就是整數的大數元算 還有Fixed Numbers 就是帶有小數點的大數元算 而JSBI就是一包兩個都吃 就是它可以是整數 它也可以是有分數的大數元算 然後這邊呢給一個 JHardheadPlugin的一些奇怪的範例 就是HardheadDeployedEthers 首先它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在下載的時候你是用官方團隊的名稱 可是呢你在下載的時候 後面帶了 後面下載的時候是下載的是別人的NPM Package 然後呢你的Import呢還是 還是那個就是HardheadEthers 這件事情非常奇怪 就是大家在開發一些 EthersHardheadPlugin的時候呢 很喜歡在別人的東西又蓋一點東西上去 那有一天假如我原本的HardheadEthers 我有一些break change 那我所有的Plugin 基本上它都要一起掛掉 然後呢Peer Dependency的問題是 它指定了 它只是告訴你說 我的這個套件呢 我沒有裝Ethers或Hardhead 可是它告訴你說 我這個版本的Plugin 就是要跟這個版本的Ethers 或這個版本的Hardhead配合 雖然它不會有問題 但是呢 大家的指定的版本都不一樣 就是你一跑下去 那你的Warning就是 會長滿整個comment line 再來第二個理由 為什麼要用Fungry 而不是Hardhead的原因 是Testing的問題 來 我們通常在測試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會設計好TestCase 然後還有它的行為 然後像這邊是 UniSwap的B2的Core的測試 就是Swipping的Testing 如果設計 如果考量足夠好的TestCase呢 那它的確可以涵蓋掉什麼 很多可能系統性 可能會cover掉很多系統性故障的風險 或是其他等等的 等等的Error等等的東西 但是實際上 但是實際上呢 Fungry更建議大家 我們要用 我們要采用Fungry Testing 就是我們會把隨機產生的 或是不合法的 或是產只有很奇奇怪怪的測試 然後未進去Function裡面 然後去檢視說 有沒有EdgeCase 這種EdgeCase的事情發生 這邊舉個例子 就是右邊的是ERC ERC20的Permit 那假如這個Permit呢 沒有帶VRS 而是說 你可能因為某些需求 你把VRS整合在一起 那你就可能會帶個Busmary進去 那這時候呢 因為你不是按照規格 那你應該 那你這時候應該要用FursiTest 去為一些不合法的 或是一些隨機的段數 隨機的測試進去 然後看有沒有EdgeCase 可以繞過這個檢查 然後從你的 然後拿到Approof的權限 講了這麼多 就是安裝的部分 然後Fundry提供了一些 對Mac跟Linux的User 就是提供一些安裝的腳本 就是ShowScript的部分 然後你可以從官網上找到 然後用FundryApp 可以去下載 然後管理Fundry的版本 等等的那個 的命令 然後呢 Mac跟Linux也可以從 也可以去下載 ROS跟它的 ROS的管理器 Cargo 然後你可以 然後你可以從 Release的方 你可以直接從 他們的Github 然後直接把 原始碼下載下來 然後如果你是Windows的話呢 那很抱歉 你就是得安裝 ROS跟Cargo 然後呢 從Github的下載下來 來安裝 然後再來先要了解那個 Hardhead跟Fundry的差別 就是我們現在看Fundry是 一般要這麼跑 首先就是Fundry的 Init的指令 那它會幫你包好 打Github 然後 libscript folder testing 這幾個file 然後呢 這幾個file 一般是 這幾個file 就是因為 它Fundry預設 你會在 你會把SourceCode 放到Github上 所以它會幫你設 它會幫你準備好Fundry的Github CI 然後 libs讓你放Dependency 就是 第三方的 像是offensive 等等 等等的合約 scripting 是solid的腳本 這個 在後面上也會提到 SourceCode 就是 Src 就是 你要鑽寫的合約的原始碼 然後 還有testing的部分 這邊比較特別的是 Github module 主要是說 Fundry用 Github module來管理 Dependency的安裝 再來 我們打開 src裡面的檔案 然後把它修正成這樣子 然後 我們可以下方 修正完的SourceCode 可以下方去 Build去編譯它 然後 testing的方式的時候 testing的Folder裡面 testing的Folder裡面 打開來 然後 然後我先 先 先記好大概 先記好 就是 Foundry跟 Hardhead的差別 就是 Foundry 就是支持你說 你要用solidity 去撰寫 solidity測試 來測試 solidity 所以 你會打開 你可以看到的是 一份 contract檔 然後用來跑 用來執行 用來測試 你的 src裡面的solidity 好 接下來要講 就是 Foundry怎麼管理 dependency的部分 剛剛講到就是 Foundry用 GitHub Submodule來管理 來管理 dependency 那 GitHub Submodule呢 可以 可以把 可以直接從 可以把別人的 GitHub report 掛在你的folder下 那 Foundry已經幫你處理好了 就是 它要掛在哪邊 然後 它應該去拉 哪一個版本的 它應該去拉 哪一個版本的 哪一個版本的 那個 哪個版本的 哪個 哪個 commit的report 然後 就會像這樣子 那 我們這邊是 提供的sample 是 去install open-sip-sync的contract 然後 它會把它放到 lib的下面 然後其他的指引 包含 forge remove 跟forge update 一個是用來移除套件 另外一個是用來 就是升級套件 然後 再來呢 Foundry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Hardhead 怎麼 Hardhead跟Foundry 怎麼去 引入 第三方套件 首先 看 首先看的是 第一個 就是 open-sip-sync的地方 然後 它是 引破的 一段 ERC ERC 721的 interface 然後呢 Hardhead可以幫你處理 可以幫你去解析到 它在 no module open-sip-sync下面的contract裡面 那 既然我們今天沒有 no module 我們只有lib 我們應該要怎麼寫 才會拿到 就是 lib裡面的 open-sip-sync的contract 那 簡易 先 告訴大家 就是 import open-sip-sync的contract 好 再來我們要再講就是 remapping的部分 remapping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看到就是 Hardhead幫你處理的 就是前面的 前面的 import什麼的開頭 那它會去連到 lib裡面的哪一個folder下面 所以你會看到的是說 我引入open-sip-sync-contract 那它會自己去resolve到 lib下面的 open-sip-sync-contract的folder 那 假如說你要 假如說呢 你想要讓 程式馬更可讀一點 就是 跟 把 把放區的import 弄得跟 Hardhead一樣 那你可以去修改 前面的 就是前面的前綴 讓它去 讓它去讀到 open-sip-sync的解析 那 這樣就會去跟 Hardhead的 引破的前綴 一模一樣 然後呢 大家 為什麼在fungry 要強調remapping這件事情 是因為 它是solidly compiler的一個config 可是 Hardhead已經幫你處理 Hardhead跟travel都幫你處理好了 因為你的dependency 都在no module下面 那 這次fungry不是 所以你得 所以你得 要重新 import 你得要重新定義 它的remate pin 然後才能讓 sovidly compiler知道說 我引入的檔案放在哪邊 再來是 fungry的testing部分 首先呢 我們來看overview overview的contract 現在fungry呢 在可約有固定的函數名稱 另外 我來宣告說 我哪些 有一些特定 有些函數名是有特定意義的 那我這邊通常會只有三個 像是setup 就是你在寫mortract的before issue 然後呢 測試的function 你的前綴要是testing tester 那如果你是test 然後預期要去revert的function 你要把fail加上去 然後通常我們不會命名就是testfail 什麼什麼什麼的 我們只會命名 因為這樣沒有辦法去 他只是管 testfail會不會revert 他不會去管revert的型 revert會是revert的那個string 或是revert是哪個error sedator等等 所以呢 通常我們會命名說testfail的前綴 然後讓一些 然後呢 會讓一些 又會用其他的機器去捕捉 那個什麼error的handling 然後這幾個function都得是pub equals external 這樣子 再來呢 treecode的部分是說 他提供了一堆utility 就是如果來testing 然後還有修改EVM的state 總類很多 我大概只有列 只有結這幾個 可能詳細的要去看document 我這邊只會講 這個比較常用 然後一定會用到的treecode 像是修改 像是修改bug time bug number 然後我要拿 我可以隨便指定一組私藥 然後拿到一個地址 還有用這個地址 用特定的地址來發出交易 然後去來 然後呢 expectrevert 是我去接revert的 我可以去對revert做error handling 像是有沒有 有沒有 是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資料的revert 或是說revert 有沒有revert string 或是error的functions later 那這個很明顯就是 我來去接 emine event的這些事件 然後assume是用來做fuzzing testing的 第一個exemple呢 我們來看是vmaddress跟prank的部分 vmaddress我們可以隨便指定一組 private key 那你真的可以用e來當 你真的可以用e來當做private key 然後產出一個地址 然後testingprank呢 我們應該 我們是用edis的地址來發出交易 然後 所以我們最後測得的就是 這個test會過 因為我的message sender backprank過 是edis的地址 revert的部分呢 比較雜 就是因為有 因為呢 有可能是沒有自傳的 沒有任何資料的revert 或是我revert是string 或是我revert是一個 沒有任何內容的functions later 還有帶有內容的functions 帶有一些資料的error 或的functions later這些 event的部分呢 這需要細講 就是我們一般的event 會有四個topic 那我們這四個board呢 是這四個board 是測定是什麼 topic0是一定會去 topic0是一定會去測的 那 然後第一個處是 來測topic1 topic2 topic3 跟整個logged data 是不是正確的 然後 然後 先要用emme之後 去接event 去讀說 我們會預期要讀到哪個event 最後呢 就是把行為寫出來 然後看有沒有去出發到那個event 然後呢 我們在之前的合約 都會看到test的部分 test的部分 是來自於forge std的第三方道件 這是forge官方寫的 然後主要是提供一堆 一堆那個helpful的contract 讓你來做測試 或是等等的東西 那 比較 那我們剛剛看到的一堆treecode 就是 vm的 是來自於vm的interface 然後scripping 是 大家要來講 怎麼樣用solid的一些腳本 然後 這時候呢 就算前面都不懂的 就是 就算前面都不太明瞭的 在做什麼的 那你看到console 打soul應該會很熟悉 對 就是 hardhead怎麼用 那你在這邊的console就是怎麼用 這是根據hardhead的風格來寫的console 然後testing.assoul就是 一整個collection的集合體 那引入的東西就是 比較多的一個東西就是dstest 這也是來自於dapphub開發的 就是assertion的solid的library 然後 我們在從 我們從前面的overview 拿到的console.log 可以看到是說 foundry比 foundry比 howhead還有清楚 就是 我不只是說 我是測了哪個function 然後呢 我的guess都知道 那可是我們要看得更細一點 就是說 這個測試中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hardhead也幫你做到了 他把tracer也埋進了evn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帶 我們可以在foundry的test後面加 最多五個v 然後他可以告訴你說 我 我指 我指 每個function有什麼東西 像setup的部分 這是before each的意思 所以他會去 他會去建立一個新的合約 然後告訴你地址 然後也告訴你說 這個合約的大小大概多少 然後這個setup沒有return value 所以這邊是兩個小刮戶 然後呢 control的 再來是實際的test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看到 我們總共花了28245個單位的gas 那實際上set花了多少 然後gas是花了 gas的部分花了多少 那你是view function的話 那他會幫你標榜steady code 然後也會幫你去am 接好那個匯傳值是多少 而gas report也是塞在test的後面 然後會在console 會在那個terminal告訴你說 整個get整個deployment的成本 然後function跟實際的開銷 然後fork mode也是 也是fork mode要在後面帶 你要去你是哪一個rpc 通常大概是接okmin 然後你也可以指定說 我要指定哪一塊的資料 開始做fork 然後比較重要的部分就是 hardhandmail的部分 要開要用fork test在fundry難不難 其實不難 你只要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把你需要的測值 把你需要fork的測值 從外部傳 寫在傳入的參數就好 然後vmsoon 前面兩個比較常用的vmsoon 在這邊會拿來使用 他的用意是說 假如說我對測試有一些 我對測試的資料有一些假設好了 像我這邊假設就是 他的value要大於256 然後他才會開始做fork test 他才會開始做fork test 然後fork test完之後 他也會告訴你說 我實際上跑了幾次 然後第二個欄位是 整個get的平均數 然後我另外 旁邊那個也是 整個256次的get的中位數 再來是deployment deployment的部分 好 我們現在有一個 ERC20的contract 然後我們需要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要把它佈組上去 然後有個 import我們之前寫remiping 已經寫好了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 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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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tructor的 argument塞進去 然後部署上去 deployment的ERC20 的範例會是 用forge create 來寫 他的語意就是 我要去 我再連上去 部署一個合約 然後你要 你要 你要制定RPC Private Key Private Key 這兩個是一起的 就是 你可以在 部署成功後 直接接著 Ether 直接在Ether Scan上 做verify 然後 constructor argument 則是要寫 兩個 string進去 然後再來是 我的path 跟我要 部署的合約 verify verify 則是跟 就是跟 deploy比較不一樣 首先我要知道 compiler的version 然後 constructor argument 這時候我不能 只寫 Costcover 跟 Costcover 跟CP兩個 寫進去 我要透過 cast 然後去 encode 然後 如果你是部署到 其他的 鏈商 那你還要 needle listing chain ID 然後 adjust 跟 還要 provide contrailer 位置 跟Ether Scan API confiler version 則是在 則是在 SVM下 你可以 方式會把 Sovity 的 compiler 裝在 裝在這個 folder裡面 然後呢 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 你可以去 下 在 commit line 然後拿到你的 version 那你要 然後你要拿的呢 你要拿的呢 只有這一段 就是 commit version 還有 commit hash 這一邊 然後還有一段就是 Case的這個 這個 這個 commit line 是用來 做 Abi encode 等等的 等等的行為 然後 像是 我要做 或是 接碼 或是 等等 這些 這些 操作 然後 跟 Hardhead 用 javascript 寫膠本 那我們 我們已經 叫你用 solidity 寫測試了 那我們就要用 solidity 教你寫膠本 首先 solidity 要介紹兩個 序 要介紹兩個 序 就是 starprocase 跟starprocase 他會做 他這兩個 這兩個中間 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 他會去分析你 中間執行的 什麼樣的 發出的什麼 教育 或是 簽署 或是 sign過的什麼 簽章 然後呢 他會再local trade run一次 然後把它分析成 translation 再把它打到 臉上 那我們前面的 我們前面剛剛看到就是 用forge create 我很難去 我很難去把 有dependency 就是有順序的 行為的合約 給付上去 像是 procase contract 跟一個 logic contract 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在 腳本 我們可以在腳本 就是寫好 就是說 我一開始呢 要先建一個 新的合約 然後呢 我們 我們再把procase 的 我們來算 我們拿到 我部署好的新 部署好的 c合約之後呢 我們馬上把 c的合約 address 去部署 拿去 部署一個新的proc 然後 這兩個v 這兩個chiccode 就會在這邊 去分析 我這樣 我中間執行的 什麼東西 然後把它 還 把它分析成 兩米translation 然後把它 部署到 臉上 然後 然後 command 也是 透過 fountry script 用 4g2 script 去執行 所謂的contract 那你 如果你只是要 如果你是要 local dry run 的話呢 你不用提供 bro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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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option 下就是 它會去把 嘗試 部署到臉上 那verify 跟 API一樣 RPC 就要留一樣 private key 一樣 好 然後最後是一部分 就是我覺得 fountry 就是還沒有 做好的 就是還沒有完全做好的 地方 就是 第一個是 linter的部分 雖然 fountry 但是 它只能做 它只能檢查 幾項 幾項 solidity的幾項 特神 可能就是 tab的 長度多少 然後 每一行最大 最大的 最大的 武場 還有單雙銀號 那 那 Twitter 跟一些 社群的人 就是 通常會 通常會 做 通常可能會對 Lintel做兩種行為 就是 我 我 就是保留 NPM 就是保留 JavaScript的套件 但是 就是我裡面只裝 Solhing的 這種 Lintel的工具 然後 在CI裡面跑 那另外一種 就是 我在 GitHub Marketplace 找到 GitHub Marketplace 找到一些 Solhing的 GitHub CI 那我只要在 Foundry report 留下 Solhing的config 就好 然後 第二個部分 就是 它的 coverage 它的coverage 還很簡陋 就是 有些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 我在 GitHub看到 就是一整團的 一整團的 一整團的 那個 Bug Report 集中在一個 集中在一個 issue裡面 好 然後 聽完這些 如果你覺得 你要從 HardHap到 Foundry 對你來講 太難了 其實 你也可以把 你也可以把 Foundry 拿到 HardHap裡面來用 然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會有 要把 Foundry 拿到來 拿去 HardHap裡面用的 report 但是 就是有 好 謝謝大家 如果有QA的話可以現場QA 就是時間應該還夠 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 沒有 就是 有人提案說 想要讓 Foundry 可以跑 JavaScript的 testing 但是被否決了 但是被否決了 然後 用手衣的 一個好處是 它是原生 你 假如說你要用 你可能要測試 ProC好了 就剛剛那個範例 那你應該要用 ProC 然後用 attach去把 那個 contract address換掉 那其實就不用 我現在就是 我剛剛的範例 只要包 那個 set set 跟get的interface 然後呢 interface裡面包 ProCaddress 我就可以直接打了 然後一些的 API &Code呢 都是取決於 JavaScript的操作嘛 那 加解 嘛 Ether JS有提供 那其實我在店上 我在 我用手機特地寫 那我用手機特地做就好了 我不用再去過 JavaScript這一層 有可能因為 彼此的JavaScript 就是不相容 或是等等的 會有一些 就是直接用手機特地 測 測 就夠了 我就不需要再去用 呃 我發現這個功能沒有 我就裝一個套件 我又 我這個沒 功能沒有 我又再裝一個套件 我不需要 我用手機特地寫 一套就夠了 還有人有問題嗎 嗯 好 那 我們這一層就到這裡結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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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